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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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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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知識分子全部都是非常優秀的 例如陳獨秀、李泰朝 甚至乎好像陳公博 這一班都是非常優秀的 大家如果有看我歷史在笑 說國共第一次合作 聯俄融共那段歷史 雖然短短那幾年 大家發現有很多共產黨人 我口中說的共產黨人是非常優秀的 真是有些革命理念 當然也跟當時整個世界的形勢 發展是有關的 自從俄國革命之後 大家看到整個世界 已經出現一些驚天動地的變化 我們經常說 無論是共產黨也好 國民黨也好 在當年民國初年 或者在上一世紀的二十年代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時代 國共兩黨基本上是同一個師傅 這個師傅就是俄國共產黨 大家都是以俄為師 不是孫中山為何要提出聯俄融共一 所以基本上整個黨的屬性和組織架構 都是列寧式的政黨 列寧式政黨的最大的特色就是 我最近寫了一篇文章 今天大家有看我的專欄 就是黨國體制 就是說黨是控制了整個國家的 這個黨國體制 我最近寫了這篇文章 其實就是動民進黨 民進黨也開始有些 黨國體制的那種特色出現 但是在民主時代 黨國體制就一定是行動的 但是到今天為止 已經將近一個世紀了 中國大陸仍然實行 共產黨一黨專政的 就是黨國體制 中國共產黨控制了整個國家 就是所有的資源 和黨的機器就等於國家機器 所以即使你說現在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 這個科技這麼發達的時代 但是依然是一個黨國體制 連不說話的時候都沒有 不要說說話的時候沒有 即使有些外國記者 被人罵你不要說話 這樣也可以 即使你看完胡耀邦 大家就不得不說六四 距離六四慘案三十週年 還有一個多兩個月又到了 那麼 凡民主派又繼續行禮異議 紀念六四 但是如果你說六四慘案 你就不能不提 即是這個促成這個所謂 八九年 即是春夏之交的神州巨變 所謂愛國學生民主運動 就是因為胡耀邦洗世 當然之前就是 喂 對於這個官島 貪污 是吧 言論自由 政治改革 是吧 即是說 那些年輕人 尤其是北京高校的學生 他是有個期待的 對不對 那胡耀邦一死 那大家就 那個所謂怨份 情緒就爆出來 就爆出來 因為胡耀邦是被認為 即是說 是一個改革派 是吧 還有他的下台就是因為 即是搞改革 就是得罪保守派 當年就是那些 資產階級民主化 那些元老 資產階級民主化 胡耀邦的本質也是共產黨 是吧 共產黨就是一黨專政 但是相對而言 他在整個 即是總共產黨來說 他是一個開明派 改革派 是吧 相對而言 比較接近人性的 事實上 和他的性格也有關 是 你看到他在文革的時候 一家大世 老婆子女 一起被鬥 他被人打到口腫面腫 是吧 到這個 即是說 所謂七八年復出的時候 撥亂反正 是吧 即是十一屆三中全會 我記得他是在十一屆五中全會 做總書記 是吧 到這個華國鋒下台之後 他是接這個華國鋒 做中國共產黨 中央委員會主席 接著是很短的時間 就取消了這個黨主席 然後這個中共 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 是最高領導人 這個是1980年 是吧 所以大家看到 其實他的功勞很大 是吧 好了 文革之後 四人幫被捕 毛澤東釘蓋 所有這些 接著 那時候有兩個凡事派 仍然短期掌握政權 是吧 這個華國鋒 以華國鋒為首 汪東興 這些人 仍然掌握政權 就是所謂凡事派 是吧 接著 就進行反擊右傾 反岸楓 追殺鄧小平 是吧 但是軍方 這個葉劍英 許細友 這些人 全部都支持 這個鄧小平 復出的 毛澤東一瓜 還有誰可以 掌握整個大局 鄧小平自然 就復出 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 撥亂反政 這個是中國共產黨 的政治套語這一句 經常你都會在 中共的文獻裏面見到的 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 撥亂反政以來 就是這段 跟著就 鄧小平復出之後 就宣布 進行這個 經濟改革開放 所以一九七八年 開始的經濟改革開放 到去年二零一八年 叫做改革開放 這個五十周年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 就是 將這個歷史背景 和大家說 胡耀邦 在他年輕的時候 他是一九一五年出生 他在讀書的時候 在讀中學 適逢 這個所謂 第一次國共合作破局 國民黨是追殺這些共產黨 小共 不是 是清共 小共是另外一筆 清共的時候 曾經發生馬日事變 你沒有看我的節目 馬日事變我都說了一集 發生這個馬日事變 他就絕學 到這個三十年代 即是共產黨被圍剿的時候 當然今天用共產黨歷史來講 叫做長征 二萬五千里長征 胡耀邦在這個反圍剿的過程裡 他是長征的一份子 紅小鬼 對 那時候就是十多歲 到抗日戰爭的時候 他才進去抗日大學 他才讀書 他就是 其實組織是江西 江西人出生於湖南 很多人都當他是湖南人 但也有湖南人 那種秉性 比較率直 當然毛澤東有一個例外 他是神 他不同 你不能當他是人 休息一會 先休息一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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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